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出这样的话 当然也有网友表示理解 毕竟一句话代表不了什么 只能说明他们父女俩很亲近 不过曾志伟其实不仅有这一种生活怪癖 据其好机友谭永林爆料 曾志伟除了喜欢扶贫一些身着清凉的女生外 还爱好拖得一丝不挂去上厕所 每次上厕所的时候 他一定要将身上每样东西 例如项链 戒指等等全部摘下 身无寸缕 方才肯安心上厕所 如此怪癖当年曾一度吓到了谭永林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 猛然看到厕所蹲着一个白花花的乳猪的画面 除此之外 就连曾志伟自己的女儿曾宝仪都曾公开吐槽过老父亲这个怪癖 曾宝仪称 自己每次跟爸爸打视频电话的时候 他都在上厕所 而且每次都将自己脱个金光 赤裸着上半身 他也曾跟老爸商量过 让他至少穿件衣服 但曾志伟究竟有没有听女儿的话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不是曾志伟的这个怪癖 曾宝仪的初恋男友或许不会被吓跑 曾宝仪的初恋名叫林明谦 是大他两届的学长 他们邂逅于大学校园 彼时的曾宝仪完全没有继承其父曾志伟的缺点 出落的婷婷玉丽 是一个清纯可人的小美人 林明谦则是一个标准的谦谦公子 为人处事都很温和 所以瞬间便俘获了曾宝仪的芳心 之后没多久 他们就顺理成章地坠入了爱河 来了一段甜甜的校园恋情 所有小情侣会做的事 曾宝仪和林明谦都做过 他们低调而幸福的恋爱者 可惜这段校园恋情最后还是走向了B的结局 关于他们分手的原因 外界则一直有两种猜测 其一是有传闻称 由于林明谦知道了曾宝仪的父亲是大明星曾志伟 他不喜欢新二代的生活 因为毫无隐私可言 再加上那时他与曾宝仪发展的目标也有所偏差 道不同不相为谋 所以才选择了分开 其二则是说 他们当年之所以分开 是因为林明谦果然间在曾宝仪的手机中 看到了曾志伟赤裸着身子出入厕所的视频 他无法接受曾志伟的怪癖 也无法接受曾宝仪与曾志伟如此亲密 所以选择了与其分道扬镳 分手后的曾宝仪也没有闲着 很快便陷入了与黄紫娇小S的三角恋中 那使得他一度被骂得体无安服 风评也变得奇差无比 就算俩人分手 也没有挽回多少 索性有句话说得好 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 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 属于曾宝仪的另一束光 很快便出现在了他的生命中 那个人正是当初与其遗憾分手的林明谦 原来当俩人意外重逢后才发现 其实彼此一直都忘不了对方 再加上当时他们双双都是单身 于是便很自然地旧情复燃 选择了重新在一起 势而复得的感情 本该令曾宝仪万分珍重 可惜碍于从小受到父母 残破婚姻的影响 曾宝仪对那一纸婚约十分抗拒 或许在他看来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所以即便他与林明谦已经在一起十几年了 也仍旧不愿选择踏入婚姻 好在两人的生活除了没有一纸婚书 其他和小两口也没啥区别 他们会一起购物 一起逛街 所有已婚夫妻会做的事 他们都会做 并且曾宝仪也不用担心来自家庭的压力 因为曾志伟并不反对他不婚不育 直到纪念年初 港媒爆料称 49岁的曾宝仪日前已与初恋男友分开了 但他们二度分手一世 当事人并没有出面回应 所以想必也仅仅是传闻罢了 敢迷目张胆说不喜欢曾志伟演的戏 恐怕也只有他的儿子曾国祥了吧 很多人都看过曾志伟演过的电视剧 因为身材还小 像貌一般 所以他在剧中的角色一般都是以反派为主 并且都是猥琐小人的形象 作为曾志伟的儿子 曾国祥就曾说过 自己不喜欢父亲以前演的戏 因为很多都是那种有点好色的角色 父亲的各种行为和他饰演的角色 或许就是曾国祥以前与他关系不太好的原因吧 蓝结音去世那天 堪称曾国祥大意灭父之日 2018年11月3号 蓝结音去世的词条 登上热搜 大家惋惜的同时 另一个爆点出现了 那就是曾志伟的儿子曾国祥 点赞了关于蓝结音去世的微博 众所周知 蓝结音生前曾自曝 被两个娱乐圈的大佬性侵过 从此他的精神状态便非常不好了 甚至还被媒体大肆渲染说 他疯了 后来刘嘉玲被问到 有没有劝过蓝结音 他表示 这个任务自己交给了曾志伟 因为他觉得曾志伟是高人 懂得用什么方法去化解 去和蓝结音聊天 其他人可能进不了蓝结音的世界 刘嘉玲的这番话 无疑把两位大佬的其中之一 扣在了曾志伟的头上 后者也因此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所以一时间坊间唾骂声剑起 之后曾志伟不得不开记者发布会 为自己开脱 证明自己的清白 可根本就没人相信他 再加上蓝结音去世时 其儿子曾国祥的点赞 所以大家众说纷纭 当年的事也再次发酵 外界纷纷猜测 身为曾志伟的儿子 曾国祥知道的肯定比其他人多 所以更加确信 当年的事件与曾志伟有关了 一时间曾志伟和曾国祥都被送上了风口浪尖 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曾国祥在大家心中的形象也开始崩塌 但其实他的形式作风与父亲非常不一样 曾国祥曾说过 自己不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 他只希望能够好好拍戏 从外观形象上来看 他确实与父亲不同 曾国祥高大帅气 也许是在国外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原因 举手投足之间都有一种文人气质 与父亲曾志伟的形象毫不沾边 后来曾国祥也像当初说的那样 一直在致力于事业 没有惹上花园新闻 69岁的曾志伟 亲吻26岁嫩魔这一幕 刺痛了多少人的双眼 前段时间港媒爆出了这样一段视频 视频中曾志伟等人正在为坐在椅子上的美女轻生 下一秒曾志伟便朝着美女越走越近 直至最后完全拦住对方的肩膀 和美女一起吹完蜡烛后 她还直接上嘴 扬起脑袋就朝对方吻了过去 画面相当辣眼睛 该视频已经曝光 立马便引起了无数网友的议论 很快那名美女的身份也被顺势扒了出来 名叫黎巴拉是一个模特 要命的是人家才26岁 足足比曾志伟小了43岁 粗略算算 后者都能当美女的爷爷了 并且从美女的肢体动作也能看出来 她似乎没有预料到曾志伟会现文 所以稍稍有些抗拒 因此曾志伟不出意外地被扣上了 为老不尊老色狼的大帽子 但是很显然 她自己并不承认这一点 曾志伟坦言自己并不认识那个女模特 那一文只是出于礼貌性的birthday kiss 她和很多好友都这么做过 所以并不当一回事 而曾宝宜谈及此事时 也认为父亲的亲吻举动并无不妥 她甚至还表示 又不是亲十分钟 只亲了0.5秒而已 林廖还不忘为曾志伟开脱说 女模特很漂亮 言下之意 无非就是见到如此漂亮的女模特 曾志伟会情不自禁 亲吻对方 也在情理之中 而妇女俩的这种思想 可谓震碎了一众网友的三观 不过曾志伟也不止一次 做出过如此荒唐的事了 2006年第43届金马奖 陈可欣因为《如果爱》 入为最佳导演 当时又恰巧是她老婆 吴君如来揭晓这个奖 于是一旁同为颁奖人的曾志伟 便调侃起了吴君如 你想陈可欣 我也想陈可欣 打开来随便讲也是陈可欣 但是呢 我觉得这样子呢 还是不够偏 最偏就是把她撕破 当时她一边说着 一边把颁奖名单撕成了碎片 并直接宣布了 最佳导演就是陈可欣 曾志伟的大胆举动 把吴君如吓得失语了半赏 激动的她只能张大嘴巴 表达自己的难以置信 之后如此疯狂的举动 也成功被吴君如效仿 并运用到了倒霉蛋李安身上 当时的李安就如同曾经的吴君如 被吓得连连无嘴 不敢置信 全程手忙脚乱 脸上的慌乱难以掩饰 不得不说吴君如真是 好的不学学坏的 将曾志伟吓人的精髓 学了个十足十啊 只是可怜了李安 被吓得几乎魂不附体 被迫造就了一个 惊吓名场面 共世人娱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